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大灾大疫后 郑州书记市长恐丢官 上月20日暴雨酿成河南郑州洪灾 造成严重伤亡 当局迟至昨天才更新最新死亡人数 一共302死50失踪 其中郑州就有292人遇难 失踪47人 洪灾后疫情紧接着来袭 至少27人确诊 有港媒指出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和市长侯洪恐遭问责下台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郑州上月发生洪灾后 近日又遭新冠变异毒株Delta入侵 当地第六人民医院爆发医院交叉感染 涉及清洁人员、医护人员与陪病家属 已出现至少27例确诊 导致正在进行灾后清理的郑州 雪上加霜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河南救灾 做出批示时 就提及大灾之后有大疫 但郑州仍爆本土疫情 为此郑州市卫健委主任傅贵荣 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马舒焕 立即被免职 报道指出 这线事件矛头直指郑州当局应急能力不足 中国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 相信将有官员被问责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和市长侯洪恐难辞其咎 身兼河南省委常委的徐立毅出身政坛哲系 曾任杭州市长 被认为是习近平之江新军议员 侯洪此前则担任开封市委书记 好我们继续看有关的报道 中国为何突然调高河南洪灾遇难人数 据法广报道 在河南暴雨洪灾发生两个星期后 8月2号星期一官方突然将因洪灾而死亡的人数调高到300多人 另外还有50人失踪 而在此之前 河南地方政府只是说有99人死亡 在人员伤亡部分官方大幅更新数字 称此次特大洪涝灾害 共造成302人遇难 50人失踪 其中郑州市292人遇难 失踪47人 新乡市7人遇难 失踪3人 平顶山市2人遇难 洛河市遇难1人 有中国网友叹 这可能也不是最最终数字 7月20号的高峰时段 郑州地铁有500名乘客被困在倒灌进地铁的洪水当中 造成14人遇难 数十辆汽车被卷入一条公路隧道 结果在一个出口处漂浮着非常壮观的一堆汽车 而这一地段到底有多少人死亡 官方没有明确指出 周一在媒体面前 郑州市长洪洪表示 地下停车长有39人丧生 一个隧道内有6人丧生 但它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个隧道 报道表示 地方当局没有因天气预警而下令关闭公共交通 地方当局因此受到批评 据当地一家新闻媒体上周的报道说 一名地铁受害者的妻子已经起诉了地铁运营商 7月29日官方数字显示 死亡人数为99人 如今人员伤亡数字翻三倍多 迟至昨天才更新 当局声称是由于郑州市瞬间降雨量大 城镇交通严重损毁 城市地下空间排水量大 遇难人员比对需要时间 造成搜救困难重重 在搜救范围广困难大 比对时间长等因素之下 才导致了搜救时间的延长 报道还表示 当局笨拙地试图阻止一切质疑的声音 上周在受影响特别严重的沙口路地铁站的台阶前 许多居民前来鞠躬献花 以悼念遇难者 但随后鲜花被一圈黄色的塑料围栏给围上了 在社交网络引发轰动后 这些黄色的塑料围栏才被移除 一些外国记者也遭到了一些有疑虑 甚至是敌对情绪的居民的指责 他们指责记者想对中国不利 法新社的一个团队被大约20人包围 其中一些人要求法新社的记者 删除他们拍摄的照片 上周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为这些行为间接进行了辩解 他说这是中国人民对一些西方媒体 定期散播中国的虚假信息感到愤慨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王毅称小心域外国家 觊觎南海 据东网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三号 以事项方式出席中国东盟10加1外长会 并发言 王毅表示 中方将继续履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承诺 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磋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 不采取计划矛盾 扩大分歧的单方面行动 同时要警惕外来的干扰 王毅指出 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识 此次会议宣布 南海行为准则二读正以线上方式推进 并就前沿部分达成初步一致 再次表明 只要中国与东盟坚持推进磋商的共同政治意愿 无论是疫情或外来干扰 均无法阻挡 他强调 中方在南海的主权权益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且中方从未提出新的声索 但必须坚持迄今一贯的立场 但要警惕个别与外国家公然介入本地区领土和海洋争议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大搞挑拨离间 派出大量先进舰机四处挑衅 以成为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搅局者 不能听任他们破坏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 王毅又提到 中国将东盟作为抗疫合作首要伙伴 迄今已提供1.9亿多剂新冠疫苗 并援助大批抗疫物资 同时中国东盟贸易投资合作可圈可点 双方克服疫情影响 保持货物往来的绿色通道 并建立便利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 今年上半年 双方贸易额突破410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8.2% 东盟继续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相互累计投资总额已超过3100亿美元 处于领跑地位 明望调查显示 习近平排第五 低于李克强 据自由亚洲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所周二三号 公布最新两岸政治人物 明望调查 调查分提名及评分两个阶段 从而得出港人对该政治人物的熟悉 及支持程度 结果显示 评分首三位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 温家宝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而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最为港人熟悉 但评分排名第五 熟悉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分析 排头三位是多年前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反映民间不满当局近期对河南水灾救援不利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六月底至七月期间 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两千多名受访者 收集他们认知度最高的两岸领导人 并于上月中就所选出的领导人做出评分 结果显示 在十大两岸政治人物当中 明望也计评分最高的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 他以64.5分连续四次居于榜首 其次为61.2分的前总理温家宝 第三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有57.9分 熟悉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分析 调查进行期间河南省发生洪灾 民间关注灾难是否涉及行政不当 结果民调显示 排头三位的都是多年前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间接反映民间不满当地领导层振灾不利 刘瑞绍说 这几位前领导人在当时大水最严重的时候到场 但直到今时今日 大家没有看到有中央领导人在河南水灾中出现 大家开始有怨言 对比网上出现的图片 朱镕基在1998年长江大水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有篇有记录 他去到最危险的地方 大家感情上将过去领导人的举动和现在做比较 你说是不是反映了对现在的不满 有 但应当是对当地领导层的不满 另外 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评分下跌4.2分至48.6分 创2019年以来的新低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则有51.1分 创2019年以来的新高 在提名调查中 被访者可在未经提示下说出最多10名最熟悉的当今中国及台湾领导人 最为港人熟悉的政治人物 依次为习近平 蔡英文 李克强 马英九 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民 陈水扁 王毅 朱镕基 王岐山 苏贞昌 在该10名政治人物中 民望排名依次为朱镕基 温家宝 胡锦涛 李克强 习近平 马英九 江泽民 王毅 蔡英文 陈水扁 其中王岐山和苏贞昌因认知率较低而被剔除 国安法一年端传媒牵制新加坡 资深传媒人艺术家李港 据自由亚洲报道 香港付费网媒端传媒周二三号执行总编吴敬 在端传媒6周年的文章中宣布 将会把总部搬到新加坡 并会一如既往的透过深度内容呈现中港台时代脉络 吴敬表示公司已在新加坡完成注册 这次搬迁不会影响原有编采方针 他说公司在台湾已设有分公司 希望通过增加新加坡总部 关注其他世界地区的华语读者 同时新加坡在金融系统语言国际化程度与香港相当 吴敬表示香港依然是关注中国大陆 台湾及亚洲新闻的重要据点 这六年里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险 世界越来越割裂对立 墙在中国大陆孕育出一片粉红色 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则跌至全球第80名 但也是在这六年里 我们有幸收获了超过6万名志同道合的会员 另外北京在港强推管法一年 香港的政治气氛低迷 不少港人纷纷离港 早前宣布不再主持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节目的资深传媒人 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 斯蒂威恩周一二号发电邮 向好友透露 他已离港赴英国 形容是带着沉重心情 混杂极大遗憾与解脱所做的决定 据报斯蒂威恩在电邮中提到 港区国安法去年实施 他的离开是向公开争取民主自由 参与高风险传媒工作的人发出清晰暗示 白色恐怖已横扫香港 他不认为事情会在短期内好转 以往保障港人自由的制度已被瓦解 他又表示离开不是因为单一事件 而是连串令人担忧的个人及政治事件 估计不用解释 为何香港现实处在非常黑暗的境地 因为中国的独裁大幅削减 及焚烧一国两制 仅存的破烂碎片 离开香港的除了资深传媒人 还有艺术家 前香港理工大学助教助理教授 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周二三号 在脸书发文道别 并附上他改编的歌曲 We will meet again 形容远走不易 留下也难 据报 他现已身处台湾 表示将会在不会自我审查 被审查的地方继续创作 他又相信 留守香港的人难免要潜藏一下 必须要有创意去面对政治溃坏的新时代 黄国才过去经常就政治题材创作 包括在七一游行创作流动监狱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 他也多次走上街头扮演不同角色 吴亦凡案没有律师敢接 家人忙着转移资产 综合媒体报道 知名华裔男性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 目前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8月1号 有余记爆料吴亦凡被刑拘以后 并没有律师敢接他的案子 家人正在忙着转移财产 该余记称 目前吴亦凡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之后还要面临着上亿的赔偿 包括此前吴亦凡接的代言 以及他出演的电视剧《青簪行》 目前吴亦凡家人被报 除了忙着给吴亦凡请律师之外 还忙着转移吴亦凡的资产 据细因都美竹爆料 7月31号 吴亦凡被北京市长阳区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该余记指 吴亦凡有很大可能性将被判刑 若是真的犯下强奸多人的罪行 吴亦凡将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 所以一位专业的律师 对吴亦凡来说十分重要 此外 吴亦凡的妈妈在管理吴亦凡工作室的时候 便被指管理不当 现在她的身边没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面临着找律师 以及后续赔偿的种种问题 稍早前 腾讯视频 蓝蔻 乐宝啤酒 保时捷 路易威登 保利格等多个品牌 已纷纷与吴亦凡解约 依据行业惯例 广告代言合同 通常有艺人需要遵守艺德的条款 如果艺人涉嫌违法 或者违反公序良俗 导致自身形象损毁 那么此时 商家有单方解除合同 并要求赔偿的权利 因为这种行为也损害了商家的形象 属于违约行为 赔偿金额与品牌方直接损失金额挂钩 部分情况下 会要求失得艺人返还全部的代言费 该余记称 虽然吴亦凡需要赔偿很多违约金 但是剩下的钱应该也是巨款 现在吴亦凡妈妈正忙着转移资产 未来有很大可能是吴亦凡在国内服刑 妈妈带着财产去境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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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